传统文化不会断了 不会绝 这个功德多大 什么样的因 写什么样的苦 我们对于这些事情 应该要做的 认真努力去做 什么样的艰苦 辛苦都能够受 希望把这些说好 往后的利益 千年万事 想想看来生的什么福报 来生的大智慧 来生的长寿 说不定 要做得很积极 效果很大 这一生就得到 命运全转了 没有财富 用钱不缺乏 没有寿命 身体健康 成熟 没有智慧 慢慢智慧 就开了 也能看到一般人 看不到的事情 啊 所以命运 操纵在自己手上 求福 没错 我会把这个身传给你 跟你讲清楚 讲明白 你觉悟了 觉悟了 你就不再贪着财色了 你知道 财色名利 人之所好 我也有耗 我知道命运没有 命运没有 就安于没有 老师告诉我 虽然出家 出家教学 还是要用钱的 为钱不能办事 我们今天办个汉学院要钱 就有很多热心的 善心人 大家 奉献一点 就够了 人多了吗 所以一定要学 欢喜 才无事